彭榮被關押在湖北監獄 彭榮目前被關押在湖北監獄 他的女兒彭家欽感謝台灣立法院 以及台灣關懷中國人權協會的努力 給了他希望 I hope that my father will first and foremost be give a proper medical attention 我希望我父親可以首先獲得 適當的醫療協助和探視權 最後獲得釋放 我知道我與父親重逢的夢想 和他對他的國家的夢想 如果你們持續的支持 與對自由、民主、正義等普世價值的肯定 一定會成真,謝謝 黃炳章已經在獄中11年 他的女兒黃天安在台灣學習中文 現在已經可以用中文發言 她說 第一,我請求台灣政府官員 與中國政府代表婚宴溝通時 請求施放我父親 因為我相信高層的洽商是 幫助我父親獲得自由最大的機會 第二,我請求台灣政府 澄清我父親是否台灣間諜 這是一個令我父親被判無期徒刑的罪名 若我父親不是台灣的間諜 請向中國代表 說明它是無辜的 對華援助協會的負責人 傅希舟就期望台灣政府 會要更加重視人權議題 台灣對華貿易和投資的逐漸增長 是一個不中的事實 但是呢 如果知道經濟不探人權的 這個鴕鳥政策 不但會遭到台灣民眾的反對 我希望大陸的民眾 也是越來越會看 會對台灣的這個民主制度 會產生質疑 人權如國界 人權高於主權 今次公聽會的主持人 民進黨立偉田周瑾說 我們都非常清楚知道 中國共產黨政府 非常希望台灣可以跟中國同意 如果這是你真心的希望 請先善待在你同事之下的人民 讓我們知道 在台灣現在所享有的這些自由 言論自由便於恐懼的自由 同意之後 我們都還可以保留 不然台灣人民真的很難 很難相信 同意之後對我們不是好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協會 李氏程家軍說 自己的丈夫 前民進黨主席詩明德 就曾經被以匪諜罪入獄 十分了解家屬心情 他呼籲台灣政府協助中國良心犯 國民黨立委陳學勝 民進黨立委尤美女都出席了聽證會 台灣國安局陸委會的官員 以及海基會人員也出席被詢 黃天安和彭嘉欽跟著前往華盛頓 準備參加美國國會在12月5日舉辦的 中國18良心犯聽證會 美國支援中文部記者黃詠毅 台北報導 pick one cool 高等味 也比較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